跋山射水 我记录你的脚步 指缝不语 我感受你的艰险 跨越冬春 我见证你的忠诚 穿过硝烟 我嗷歌你的英勇 新春走基层 记者在站位 军事纪时全情奉献 敬请收看 去高丽贡山巡逻直请 原始命危机四复 边防官兵该如何面对 从内地到边防 新兵的第一次巡逻 将有着怎样难忘的经历 热血青春 勇往直前 军事纪时本期播出 大雪封山之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清� buna满血 所有英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申茜 easy 检 Bulip 松瓣 消息 把实在关系 安娜市 十五 加热血 主越 前面 小心 慢慢 慢点 小心 后面 guiding 小火 抓 抓 找 车 旁 Tell 小心 有没有伤 有没有伤 没事 脚踩我了 没事 注意点 这个路太滑了 这个枯枝落叶太多了 一只要踩不稳 就直接滑下来了 基本上每次走 还用巡逻路 对它摔个几脚 但是如果下面 没有人把我挡住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就直接枯枝 就一下子摔到底下去 这里是云南省西部的 高黎贡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虽然已是深冬 山脚下还不见雪的踪迹 但对官兵们来讲 在大雪封山之前 前往中面边界线 八号戒杯 道路尖险 九军跟上 不要钓队 是 大军 怎么刚刚出来就跟不上了 不知人 这话太陡了 肥皂太重了 我也走 有点死不出来的感觉 王家俊是来边防连 部组一个月的新兵 之前因为体能素质优秀 才争取到这次巡逻的机会 但指导员还是有些担心他 等一下 阿宝 你搬下家俊 是 指导员 家俊 家俊 走 你到前面来 是 你跟着你搬他的脚步 家俊 跟着我的脚步走 这样你就不会太累 是 而且要调整好呼吸 注意起立分配 虽然之前曾无数次想过 踏上巡逻路 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但此刻对王家俊来讲 却感觉大大出乎他的想象 太危险了 而且这个背能又比较重吧 一滑就像刚才老兵这样 杀不住车 就一直往下面摘 就和大保龄球一样 一个重一个 一个重一个 又受伤 大家都受伤 高离贡山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 即便此刻 美景依然近在眼前 但王家俊却因为高原反应 体力正在迅速投资 我感觉呼吸有点传不过来 而且这个太阳晒着 也感觉好冷 然而光克服眼前的困难 还是远远不够的 对王家俊来讲 后面的挑战将更加艰巨 今天腾上这个地形比较复杂 这个上坡下坡很正常 就怕都是去的时候 心动之体力跟不上 回来不了 所以说这个背囊 还是背上比较稳妥一点 特别是晚上山里面 山林里面我就不能取火 这个还是很考验 把这个意志 如果赶上好天气 去八号界背巡逻 来回需要一天时间 但高离贡山里面的气候恶劣 一旦遇到冰雹 暴风雪等恶劣天气 这段巡逻路 将充满更多艰辛 边去 将军 走 感觉累不累 不累 这个都是这样子路啊 这已经算好的了 前面之下一个雪旺坡 坚持住啊 把他 这上坡怎么爬多久啊 我感觉腿抬不动了 指的太多了 我好着力教 越往前走 路面越潮湿 再往前走 就是官兵们说的绝望坡了 大家看 绝望坡已经到了 拿我一个 等一下 不要跟我抬起 等一下 我刷到了 就是把你一心点刷下去的 嗯 这些土还是比较松 还有这些石头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石头 这种还是比较锋利的 这种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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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一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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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很累 在冬突的时候 真的绝望了 听说 这个绝望坡 算是行动路上 比较显得一关了 我通过了这一关 我感觉 剩下 无论有什么困难 都达不到我 原始森林暗藏危险 新兵王家俊 又遇到了什么难题 第一次参加巡逻 他又将有怎样的收获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大雪封山之前》 随着海拔的身高 气温的降低 眼前开始出现了雪景 大雪封山 是不是脚一踩下去就 拔不出来啊 很难拔出来 走路是比较艰难的 高丽贡山里面 人烟稀少 除了巡逻官兵 常年坚守之外 这片密林 也因为暗藏各种危险 对外人来讲 近乎与世隔绝 老板就是身高 陈康 哥 优优 熊 优近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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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不要去扶那些朽木了 很危险的 你一个人摔下去之后 后面都跟着一起倒 抓之前你先摇一摇 确实稳固了你再去拉 清楚了没有 加油 下去有没有事 没有没有 你喜欢的 都没想到 我看着它挺结实的 我想到一抓就断 土要松 而且这些木头 从外表上看 有的是看不出来 它是腐朽的 它是新鲜的 这些 全部都是腐烂 有些是可能是重铸掉的 这对巡逻有什么影响 这种就是人家稍不注意 它就是扶一下 然后它就会断掉 然后它就是很容易 就会滚到山崖下面去 面对寒冷 缺氧 积蓄 还有朽木 老兵们镇定自若的表现 也在无形中 给王家俊树立了榜样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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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点脚下 这一点点脚下 老班长 走得这么久 一点都不累 今天这么好 感觉 老班长们 踩出一条路来 真的很不容易 我才第一次走 就感觉 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难走 老班长们他们走了很多次 走这条路 最心里 起来 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也很佩服 那些老班长们扎根于边防 日复一日 连复一连的巡逻 此刻 距离到达8号界尾还有一半的距离 按这个进度行军 老班长担忧 还能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 如果再加快步伐的话 到时候可能会赶不上终点 有可能要往上街在外面住 这种就更危险了 大家加快步伐 然而 艰难的考验 对王家俊来讲 却一个接着一个 慢点啊 慢点 摔到没有 没事 那里摔到没有 没事 没事吧 这个 路上有个坑 我们被雪填着 一脚踩空下去 踩滑了 快想象中 他路比起来太险了 在这儿 真的为你后爬 你看 这边这些都是刀刺 如果你要摔到这上面 那后果也不堪事想 去年就有一个伤弹兵 走这个巡逻路的时候 脚踩滑了 就是大腿被这个 刀刺插到大腿上面 你不行就是用手 先拉一下周围 那些植物 拉确实是结实了 然后再慢慢地走下来 知道了不 是 然而 积雪越来越厚 路也越来越难走 大家小心点 大家小心点 小心点 你的羽毛比较多 看到没肚子吗 可以 跟紧跟紧 小心点 特别滑 距离可快一点 小心点 还稳了 在积累了一些精念后 王家俊尽可能更加小心地 迈出每一步 他不想再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拖大部队的后腿 哪怕是班长踩出来的脚印 别得去 仔细地试探一下 不然 因为积雪太厚 很有可能会踩到 那把树干交错的空洞里 所以 我可能会变得更多的 那把树干交错的 但是 在自己的费干交错的 不然 受益 可能会变得更多的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踩着鸡血开路 体能消耗得最快 老兵力组奔看上去也有点吃不消了 如果要换人的话 又该换谁呢 你们给我指路 我来开吧 绝对可以这车 将军行不行啊 灯火比较陡 行 回头大问题 将军 我来吧 不要加马机 我可以带好这车路的 这样子坐 家军 就要到了 加油啊 我可以的 我走了这一路 都睡了这一刻 我不会放弃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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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尽管还没掌握到开路的技巧 显得跌跌撞撞 但新兵王家俊却斗志昂扬 超爽 感觉得到的肯定 太棒了 这感觉 这一路 我都在拖到这个后台 终于我可以为大家贡献点我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你 我可以的 随便 一步一个脚印 新兵王家俊带领巡逻队 向陡坡发起冲击 他的表现也让老兵们对他刮目相看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让新兵王家俊更深刻地体会到 边防官兵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 无所畏惧 他们用自己的脚步 丈量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登上的日 我已到达巨阶辈十米处 巨前阶辈十米处 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终于赶在天黑之前 官兵们到达了中缅边界八号的地区 叶峰 得很高的 心情非常自豪 作为我们联队第一批来巡逻的新兵 我感觉这是一种对我很大的肯定 也是一种激励 描红意味着我身上的弹子更加地重了 在以后的训练之中 我必须要更加加倍地努力 跟上班长的步伐 折后每一条的巡逻路 王先生 树边卫国 青春激昂 对八号戒备的勘戒巡逻任务完成后 官兵们踏上了返程的路 继续经历着风雪和艰险 而第一次参加巡逻的新兵王家俊 却从中收获了一名边防军人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高丽贡山不久后 也即将迎来大雪风山期 无论积雪多厚 环境都恶劣 边防官兵们 巡逻在祖国边防县的脚步 都将永不止息 经过第一班就开始了新年第一场军事竞赛 昼夜不停的36小时 队员们经历了什么困难和挫折 指挥员遭遇阵亡 其余队员们又该如何挑战期限 应对挫折 高强度的考核压力下 他们又有了怎样的成长与进步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精武般的决战 上级 马 我们 先